陈总 您看我今天赔了您一整天 我的方案您连看都没看一眼 不如这样吧 痛快一点 我把这杯干了 您把这案子给签了 邓丫头 你行不行啊 行 您瞧我思路清晰得很呢 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方案再讲一遍给您听 大家一直说 你老陈是色狼 我偏不信 您说 我是该信的 还是不信 从早上到现在 你的胆子一直很大 怎么了 现在害怕了 说句实话 这个方案我很感兴趣 老陈我也告诉你 我从来不敢龌龊事 你很安全 不怕 我压根就没怕过 你这个丫头用点意思 来 来 好 我们退房 好 帮我查一下 有没有一个客人叫苏曼 好的 请您稍等 你慢走 对不起 本酒店没有苏曼小姐的入住记录 那爱来依陈总吧 她应该在这里 长包了一个总统套房 请问她今天有没有招待一位女客人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不能将客人的隐私透露给你 那陈总在吗 我直接上去找她 对不起 如果你跟陈总没有预约的话 我们不能随便带你去总统套房打扰客人 给我一间隔壁的套房 什么 你不让我上去打扰她 我住上去算可以吧 可以 苏小姐 不行了吧 苏小姐 不行就别喝了 那 那我的方案不就没戏了 别老是把生意挂在嘴边 人生还有很多追求嘛 难道 你比别人更在意钱 陈总 你是个真正的生意人 你到现在才看出来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公司那些人都说错了 什么金钱啊 美女啊都没有办法满足你 你要的只是胜利 你要的 我老陈想要什么东西 一向清楚得很 陈总 那您知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嗯 嗯 你要什么 嗯 我要一间房间 嗯 去休息一下 嗯 那好 那我带你去我的套房 哦 来 好 慢点 这边 慢点慢点 好了 到了 就在前面 来 进来吧 嗯 苏小姐你在找什么 我没事 陈太太陈太太 哎 苏小姐 您在找什么 嗯 我找卫生间 卫生间在对面 哦 谢谢啊 苏小姐 要不要帮忙 不用了 我很快就好 苏小姐 您还好吧 我没事 一会儿就出去了 陈太太 我是苏曼 我们已经到了 你人在哪呢 赶快回电话 谢谢 苏小姐 您还好吧 要不要叫人 给你送一件替换的衣服 不用了 谢谢 换个屁 我还得为篮球衣后 属身如玉呢 怎么办 苏曼 苏曼 要去做艾兰伊集团的项目 还说什么要 挖掘客户的爱好和需要 这作风可真大胆啊 反正啊 我是听别人这么传的 他这两天 一直都抱着一大堆客户的资料研究 没错 不会吧 这上回风都还没出够啊 这次还想再接再厉吗 这个啊 可不像跟着陆帅做案子 有什么难事 陆帅先顶上去 这个可惑啊 想自己去碰的人 都是找死 是想自己去碰的女人 才是找死 而且 舍得着孩子 狼 还未必套得住呢 海伦 能不能帮我通报一声 我有事找陆总 陆总他不在 不在 我刚刚在下面 明明看到他上来了 苏曼不好意思啊 我明白了 所以 就算我把单据留在这里 让他签字 他大概也没有空签了 恐怕是这样 林总 苏曼 听说你是要去青岛出差啊 对啊 可是陆总那里还没有批下来 陆立成 思前想后的 又舍不得你去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忘了 我也是总监 一样可以签你的申请单的 就你分离啊 我一定会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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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远征去了 我又要远征去了 猜猜这一次 我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战胜 阻碍我在寻求爱的道路上的 喷火巨龙 谁也不能阻挡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 祝你顺利 等你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上车吧 您不问我找您干嘛 你一大早跟我晨跑 不会是想搭个便车吧 陈总您好 我是卖股投资部的苏曼 又是你们 你们卖股还真不死心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打过了 苏曼是昨晚的航班飞走的 去青岛啊 是 机票和酒店都是行政部订的 谁批准的 是领导 领导 领导 我的人什么时候轮得她碰 她是行政部总监 她有这个权力 岂有此理 这个女人 这个苏曼 这次真的是羊如虎口 凶多吉少吧 报定账最早的机票 去青岛 是 丽娜 听说是你签了苏曼的出差申请单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有 好 我族里的事 你以后最好少插手 不要插手 哦 我明白了 不过 连哥来说呢 苏曼只是 借调到你们族 并不是完全属于你个人的 好 你属心积虑地想要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 我被你感到遗憾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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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利益是不是损失太大了 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我这几天的行程 好的 我们抱歉地通知您 由于空中交通管制 TA1634航班不能正常起飞 影响到你的起飞时间尽请了解 希望各位旅客耐心等待通知 陆先生 不好意思 因为空中交通受到管制 您去青岛的航班 要推迟两个小时才能起飞 有没有其他的航班 可以赶借到 对不起 您坐的这一班 已经是最早的了 现在飞往山东方向的航班 全部受到管制 您要想转其他航班的话 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我给您倒杯茶吧 咖啡 谢谢 不客气 稍等 我没让你坐这个位置吧 坐在这里 离您更近一些 没你离我这么近 你想干嘛 见得好说话吗 否则坐那么远 我连您的表情是什么 都看不清楚 看不清可以戴眼镜啊 戴了眼镜 您还会叫我美女吗 呦 今天看来是个性美女的戏码 你们卖苦可以啊 花样翻新 讨好百出 功夫下到十足啊 我跟您跑步跑了一个上午 现在来到您的公司 既然您办公室都让我进了 您又考察我那么久 您何必拿一个座位来为难我呢 好吧 那我跟你说啊 你们公司的建议 我不感兴趣 OK 那可不可以请您告诉我 您为什么不感兴趣 你能摸到我慢跑的地方等我 肯定已经把我研究透了 我想我的资料在你们公司 起码有一整箱吧 房间都在传闻 说做风头的个个都是人精 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那更是了不得 那你说说看 我为什么不说 您上次连一项书的签了 却临时毁约 我们公司的人都说 是因为签约的那个人 让您不满意 我还记得那个姑娘 也算是美女吧 比你不差 不 比你还漂亮 比你还会讨好我 可是我认为 这绝对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了不要问了 我也不知道几点 我们抱歉的通知您 由于空中交通管制 TA163次航班 不能正常起飞 影响到你的起飞时间 静静了解 有没有新消息 对不起还是在管制中 有消息的话我立刻告诉您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您拨叫您拨户地空气 请消耗放播 对不起 摩托语调词 您拨户地空气 您拨户地空气 根据我的了解 您从1997年创立公司 几百万元起家 到现在有六家子公司 您花了16年的时间 成为本行业中 最出色的供应商 风头纷纷描上您 像您这么有能力的人 实在很难让我相信 您只是对美女不满意 所以不介意一单生意 继续 不瞒您说 我相信您也知道 我们公司的人都说 您脾气古怪 行为乖张 特别难沟通 可我觉得 您就是一位典型的 白手起家的商业天才 行为有些怪异 是正常的 至于贪财嘛 华尔街的人都说 贪婪是种美德 不贪财的人做不了大老板 像您这样一位大老板 我认为您绝对不会因小失大 所以您毁约肯定有别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我好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从漂亮的美女身上才能看到灵感 制造出漂亮的衣服来 我也喜欢赏心悦目的帅哥美女 好了 好话都已经说半天了 除了好话 你还准备什么了 你看吧 我都已经等了五个小时了 什么时候飞 能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 对不起 老师 请您耐心等待 飞机马上就到 你们怎么回事啊 每次坐你们航班都这样 陆先生 一路平安 谢谢 谢谢 您慢走 我们卖股的计划 绝对可以给您带来更大的利益 如果您能告诉我 一年之前我们的计划失败在哪里 我会非常的感谢您 你感谢我 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会为您量身定做重修计划 我保证 可以给您带来最大的利益 哎呀 卖股总算派个有脑子的过来了 不再浪费时间跟我玩什么美人气 好 喂 陆总 我刚刚得到消息说 陈总在一家酒店有常用包房 好 好 我知道了 怎么样 好喝吗 您给我喝这么纯粹的红酒真是浪费了 我压根儿就不懂红酒 牛角牡丹 什么叫痛啊 备产地备年份 这个我也不懂 看你的样子 就是一个懂生活爱享受的人 爱享受就对了嘛 人生嘛 不是只有工作 我们应该过得精致一点 对吧 陈总您也是懂生活的人 我跟着您沾光 嗯 怎么了 男朋友不放心了 不是男朋友 是上司 他怕我光顾着吃和玩乐 忘了干正事 你去告诉你的上司 我老陈的事 都是在吃喝玩乐中干成的 只有让我老陈吃饱了 玩高兴了 才有双赢的合作 上海人就想吃我这块大蛋糕 那也得先让我看看 你们有多大的度量再说 我虽然不会喝红酒 但是 这酒 喝起来很柔软 嗯 我说过吧 你是个会享受的人 像你这么个爱吃能吃又漂亮的丫头 我喜欢 也算你的老板聪明 她是有眼光的 终于派了个有脑子的丫头 过来跟我谈合作 要不然 我老陈最多看美女的面子上 招待一顿饭 其他的想都别想 您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了 嗯 不着急 慢慢喝 这瓶酒 可是我的珍藏 你呀 得好好用心品尝 才能感觉到她 来 陈总 您看我今天陪了您一整天 我的方案 您连看都没看一眼 不如这样吧 痛快一点 我把这杯干了 你把这案子给签了 好 小丫头 你行不行啊 行 您瞧我 思路清晰得很呢 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方案 再讲一遍给您听 大家一直说 你老陈是色狼 我偏不信 您说 我是该信呢 还是不信 从早上到现在 你的胆子一直很大 怎么了 现在害怕了 说句实话 这个方案 我很感兴趣 老陈我也告诉你 我从来不敢龙龊事 你很安全 不怕 我压根就没怕过 你这个丫头用点意思 来 来 好 我们退房 来 帮帮我查一下 有没有一个客人叫苏曼 好的 请您稍等 你慢走 对不起 对不起 本酒店没有苏曼小姐的入住记录 那爱来依陈总啊 她应该在这里 长包了一个总统套房 请问她今天有没有招待一位女客人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不能将客人的隐私透露给你 那陈总在吗 我直接上去找她 对不起 如果你跟陈总没有预约的话 我们不能随便带你去总统套房打扰客人 给我一间隔壁的套房 什么 你不让我上去打扰她 我住上去算可以吧 哦 可以 苏小姐 不行了吧 苏小姐 不行你别喝了 那 那我的方案 不就没戏了 哎呀 别老是把生意挂在嘴边 人生还有很多追求嘛 难道 你比别人更在意钱 陈总 你是个真正的生意人 哼 你到现在才看出来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公司那些人都说错了 什么金钱啊 美女啊 都没有办法满足你 你要的只是胜利 你要的 我老陈想要什么东西 一向清楚得很 陈总 那您知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嗯 嗯 你要什么 嗯 我要一间房间 嗯 去休息一下 嗯 那好 那我带你去我的套房 嗯 嗯 嗯 慢点 这边 慢点慢点 好了 到了 就在前面 嗯 来 进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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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小姐 你在找什么 我没事 陈太太 陈太太 哎 搜小姐 嗯 您在找什么 嗯 我找卫生间 嗯 卫生间在对面 哦 谢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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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小姐 嗯 要不要帮忙 嗯 不用了 我很快就好 嗯 蘇小姐 您还好吧 哦 我没事了 一会儿就出去了 陈太太 我是苏曼 我们已经到了 你人在哪呢 赶快回电话 谢谢 苏小姐 您还好吧 要不要叫人给你送一件替换的衣服啊 哦 不用了 谢谢啊 坏个屁啊 我还得被篮球衣后属身如玉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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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khi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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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ndy 伊 咱差点 哎呀 怎么 哎 哎呀 苏范 怎么是你啊 你们这是唱的哪出啊 陈总 老陈 苏范 陈太太 我是苏曼 祝您生日快乐 你就是苏小姐啊 谢谢啊 老陈 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搞什么惊喜啊 还麻烦人家苏小姐 真不好意思 生日 是这样 我在资料上看到 今天是陈太太的杨历生日 所以我就想说 我把她请过来 给她一个惊喜 也给您一个惊喜 带完了 陈太太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事实上呢 苏曼除了是我的下属 也是我的女朋友 今天的安排呢 是我们俩提前商量好的 希望陈总不要介意专事 是啊 老陈 你看陆总和苏小姐这么用心 她不单把你当客户 把我们两个都当成朋友 我们中国人谈生意 你最重情意了吗 嗯 我昨天在饭店订的那个生日蛋糕呢 亲爱的 哦 别着急 我现在去睡 好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 我也给你们安排一个活动 来谢谢你们的良苦用心 你今天也整整陪了我一天也够辛苦了 陆总坐飞机也够累的了吧 这套套房呢 就是为了感谢你们俩 为我们精心安排的活动 好 那么今晚你们俩 就在这儿好好谢谢吧 就我们俩 苏小姐 你不要害羞 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都明白的 陈奶奶 你不要误会 其实我们 谢谢陈总的一番好意 好 那你们就安安心 现在在这儿住下吧 那方案的是 方案的是 我们回头再说吧 别浪费这个这么美好的理由 是啊 好 好 那好 我送你 苏小姐 看这里还满意吧 早就看出来你们俩是情侣了 要不陆总 怎么会急成这个样子了 班总 谢谢啊 班总 再见 啊 就一张床啊 我去楼下再看见房间 陈奶奶 苏小姐 我正要找你呢 非常感谢你跟男朋友给我安排的惊喜 你们两个好好享受 您太客气了 哎 别客气 难得我们这么投缘 拿回去早点休息了 啊 谢谢啊 走吧 哎 哎 你水果吃多了 你活该 狗要吕动 要玩你自己弄啊 过了今晚 方案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我提醒你到时候可别忘了 要把我给放了 啊 人有钱了就生疑 生怕别人给自己上套 要是我不说咱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恐怕陈总依然心里没底 你以为碰上陈太太是凑巧的吗 他在看咱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啊 合着我忙东忙西忙了一整天 赔了笑脸 还牺牲色相 到头来都是你画轮点心了 我可不知道我们俩这关系 到底跟着工作有什么相干 我现在就跟陈总解释清楚了 要是情侣关系都能是假的 人家怎么相信你代表外骨出的合约是真的 这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除非 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看是你别有用心吧 总而言之 只要陈总一签字 你立刻就要把我给放了 我绝不实验 但当务之急是要把眼前的戏做好 你干嘛 你干嘛 小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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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墙有耳朵 你干什么 打架 我好想你亲爱的 亲爱的 人家也想你 这些年轻人啊 都能折腾的 你们一定会吃饭 挑战人家也想你 日本人都想你 你穿衣服的 可有得很麻热 啊 可有呢 陈总马上可以看出来的 谢完了没 不管这个 睡觉 你干嘛 你不睡觉吗 我跟你说 男女瘦瘦不亲 你 睡沙发 我睡这儿 你去 睡沙发 我跟你讲 我是尊重于心 我对你没兴趣 你很安全 你比这个还安全 他懒得更强 这个 你自己慢慢享用吧 待会出来 别让我看到你在这 我 太臭了 喂 金太猫 不好意思啊 可不可以帮我找干齐的 下班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自己洗足可以了吧 自己不做还教训我 也太卑鄙了吧 我 我要 多想 帮我 去 我 去 我 什么呀 催催催 没看见我换衣服吗 昨天你站了床 今天要站卫生间 我也要用卫生间 你再等等啊 我马上就好了 对了 我先跟你说 今天这个案子由我负责主讲 毕竟陈总可是我先联系上的 先看看你能不能站到陈总的面前吧 什么味道 你在里面干什么 我的裙子 都是你 就给我添乱子 现在可好了 我就一件洋装 怎么办 你去帮我买件 我帮你买衣服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我女朋友啊 那不劳您打架了 大不了今天就不出现了 我没带什么行李 只有这个衬衫 爱穿不沾随便你 臭男人 臭衬衫 嫌丑别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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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的衬衫料子太不舒服了 有的穿就不错了 还挑 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 不想白费功夫的话 今天在陈总面前 你必须跟我打扮成情侣 只有我们让老陈觉得自己不是受了愚弄 这场戏才好舒畅 明白吗 明白 休息得怎么样 你看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耳濒四毛的 看着也让人赏心悦目 好 今天什么都别想了 让我带你们好好玩玩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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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啊 等一下苏小姐的行李箱 服务员会放到你们的房间 谢谢啊 陈总真是够细心的 我的细心不止在做事 还在开人上 我不知道苏小姐和你是不是真的情侣 我老陈可是火眼金睛啊 看上去 你好像还没完全搞定啊 我自己的事就为老陈总你费心了 哎呀不用说你女朋友很聪明 但漂亮嘛 还没到让人挪不开眼球的地步 她跪在人 活不生机 让人看着就开心你 而且很厚道 哎呀 你女朋友 真的有一种射人心魄的魅力 这个我知道 哎呀 这个丫头啊 还真的不错 陈总 我尊重你是我的客户 也是我的朋友 我相信你不会有别的心思 作为朋友妻不可欺 哎呀陆立成啊陆立成 这点哪 你就不如你的女朋友了 她就知道 我老陈真不会干下做事 不过呢 我也不怪你 所有人都在说我老陈 是个贪财好色之徒 对于这点 我从来不在乎 真正懂你的人 根本不需要解释 对 不懂的人 没必要解释 你 我 立成啊 我懂你的意思 男人就该这样 看护好自己的女人 也请你放心 我有我太太 并不见他比你俩差 我早知道陈总是个厂量人 有很多地方还要向你学习 好了 客户话也就到此为止 谈正题吧 回头你把新的方案给我拿来 也是时候该谈谈生意了 你意思是 这次合作没有问题 苏曼的计划 确实做得很有心意 但是呢 生意还得跟陆总谈 好 案子是苏曼一直跟进 中途换人 恐怕不合规矩了 哎呀 苏小姐的方案 的确集中要害啊 让我很动心 但是 谈到合作 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改进 我也知道 丫头对这个项目很在意 我也很喜欢她 但是欣赏归欣赏 我是个生意人 当然要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除了苏曼的建议之外 我愿意让出我十个提成点 直接化到您的工资名下 这样您可以少出一笔钱 陈总日进斗金 不过这也算不小一笔 您觉得如何 我看可以 就按你说的办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就好了 至于签约 还是苏曼给你签 你对这个丫头牺牲那么大 她知道吗 男人做事 还需要跟女人说吗 这样看来 这个丫头真是陆总的女朋友了 好 就这么定了 谢谢 我要说你陆总 大好春宵 不给你创造那么好的条件 你却埋头工作 真怂啊 陈总 你又怎么知道昨天晚上 我们不是开心 我们不是开心的 好啊 我听见 这个丫头现在还没一会儿打 有时候聪明人犯起傻的 会格外的气人 但是 我要你牢牢的记住 男人就该这样 有时候是一块肥肉 自己一时吃不到 也应该牢牢的看重 别让别人走得太近 久而久之 他自然是你的 你们俩真的挺合适的 厉长 这是我送给你们俩的见面礼 来 谢谢 这条是陈总送你的 谢谢陈总 真好看 真好看 来 师傅 我们还有多久到机场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这一次啊 让我咽下这么难啃的骨头 你要怎么感谢我 感谢你 那么成要我以身相许 不用这么复杂了 以身相许就不必了 记得你答应我的事就好了 你怎么不吱声啊 你该不会想反悔吧 这次拿下 这次拿下L1的案子 别以为自己能力有多高 你现在处理项目的能力 和各方面都还不成熟 你留在我的组里 更有利于你的发展 而且我还可以照应你 陆立成 我真想不到你是这种出尔反尔的人 谁不成熟了 谁还需要你照应啊 你不要忘记了 这次这么大的案子 是我拿下的 卖股公司有谁可以面对陈总 还可以将他拿下 只有我苏曼 你陆立成唯一做对的事情 就是派我来 所以请你遵守我们的约定 你真以为是你手段有力 能力成熟啊 这次的事 我不想再多说 拿下陈总是险中求生 各种的风险 我已经跟你分析过了 作为我的组员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身处险境的是我 就算是冒险 我也求生成功了 所以请陆总你 言出必行 回到麦谷之后 尽快转我离组 还我自由 还有啊 从明天起呢 我就不再是你那组成员 所以 凡事也不必劳您费心了 喂 蔓蔓 是我 到了吗 哦 我提早回来 忘了告诉你 收拾好了 快点来找我 有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说啊 不嘛 人家要当面告诉你 不许掉人胃口 不然回头我不听了 好吧 那你听着 我接了一个大单子 真的 多大单子啊 足够我们前事务所 吃喝一年的 好 我马上过去 什么时候的 我还有些麻烦 需要您苏总 技术上的支持呢 你也得等我安顿好了吧 先这样了 拜 原来的事务所 你怎么知道 低级问题 您关系很好吗 秦董姐妹啊 真是物以类聚 也不见得聪明到哪儿去 你什么意思啊 他居然不拦着你 辞掉高职位 去当支援部的小支援 狗嘴吐不出象牙 那就不吐呗 谁没闯过 你真懒 你真懒 到了池子还不下水啊 不比你啊 青春活力的 你这条纳子怎么样啊 有没有什么八卦要报告单 能有什么八卦啊 我呢 就是斗智斗勇 搞定了一个客户 可说说你啊 有什么好消息啊 事情是这样的 其总我呢 正在办公室里 并成为物 一个神秘电话突然响起 你猜他是谁 谁啊 正是本市鼎鼎有名的 外资撬除企业之一 一家日用化工公司的CEO 首席财务执行官首席啊 你确定不是 新一代上海的不商宁 这话说的 许总我有那么幼稚吗 这人我当然已经见过 话说啊 这位张总开门见山地提出 希望我们许氏 能够成为他们公司 长期的审计合作单位 除了年费之外 每笔案子 还有优厚的回报呢 那你实际去考察过了吗 考察的结果是非常的好 顺利的让人不敢相信 合同我已经草签 只需要再给他们提供一份计划书 就可以正式签订 这么顺利啊 嗯 那为什么会找上我们呢 他没有跟其他会计事务所 比较吗 他们自己已经考察过 同类事务所了 就对那些太有名的呢 垫打气客 小的呢 又不放心 所以呢 就挑中了我们正在上升期中的 许氏 那好 这回你就好好干 回头游玩游 我去事务所帮你看一下单子 不用了 哇 你没发烧吧你 哎呀 我想过了 我总不能老是靠着你来解决难题吧 毕竟你也有你的事情 而且就算你还在事务所 我也该学着自己管点事情了 这个单子我想过了 既然都已经那么顺利了 就没有理由再依赖你 还是我自己来吧 嗯 这世间的变化 怎么如此的快呢 我出差一趟回来 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哎呀 真的好感动 好欣慰呀 有难题还是要请教你的 那是自然的 我呀 永远都会是许氏会计事务所 名誉合伙人呢 好嘞 不弄了 快去游泳 好嘞 来 好嘞 来 好嘞 来 来 嗨,我展龙归来了 欢迎回来 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说我就是苏曼 我喜欢你 有机会我们见面 快点休息吧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欢迎回来 你居然在啊 我估计这个时候你应该回来了 这么高兴 看来工作很顺利了 没有啦 面对那些豺狼虎豹 还是披荆斩棘 过五关斩六将 你是说 是为了寻求爱 才想到这个很有心 那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说 我相信人总是可以爱 有了爱 什么成长都会变得很有趣 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说我就是苏曼 我喜欢你啊 你永远都这么生气勃勃 信心十足 有机会我们见面 快点休息吧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晚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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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忙到工作上的事 你最近怎么样啊 工作还顺利吗 挺好的 你怎么样啊 感情上有没有进展啊 喂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我这边信号不太好 你就给我装吧 每次一提到感情也就是这样 好 程总和夫人招待我们玩了一天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照片不止一张 是那个产总发过来的 我想外面办公室都已经传开了 我知道没有人敢当面询问的 就连对你忠心耿耿的海伦 他也不敢告诉你 为了防止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我不得不来做这个恶人 总裁 你会不会有点反应过度了 这可不是什么厌照 我和苏曼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举止 轻者自轻的 在倾倒这一切都是为了客户 我想你也清楚 要讨好陈总是多么的困难 你不会为了这个 要开除谁吗 我开除谁也不会开除你啊 也不会开除苏曼 金融圈里从来不缺少匪文 为了应对客户 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 这一点我很清楚 但是职员之间不能谈恋爱 你也不能例外 这点我也很清楚 如果只是匪文 我希望你立刻消除他 如果是真的 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但是必须有一个人离开 我当然希望你能留下 不是真的 所以不必开除谁 好 我不希望公司的员工认为谁有特权 即使是我们的陆帅 在一个公司里 影响绩效的除了能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心 我明白你的意思 李承 咱们做风头的 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内部的风险 人的风险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件事我会尽快处理 苏曼和这件事无关 他只是 是新实力的 希望如此吧 李承啊 以往直前是你的风格和长处 但是一个不关心他人心里的领导者 有时候是很危险的 艾雷克斯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上山若水 李承 中国的古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令人未经许的 所以 要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些照片你都看到了吧 什么照片啊 好了 海伦 大家都知道你是陆帅的人 那些照片 全公司的人都看到了 那又怎么样 合作谈完了 客户请我们的人在当地玩一天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哇 那照片里两个人的举动 还不能说明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吗 还有还有 有一张照片里苏玛一低头 衬衫领子的商标露出来了 据高手论证 衬衣是 范思尔 男士 四十四号 林总 林总 对啊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陆帅买衬衣是范思尔 一买就是一答 或许是苏玛没有衬衫换了 向陆帅借了一件呢 这怎么可能呢 我说你们都别瞎菜了行吗 你们知道这个客户有多难搞定吗 苏玛和少帅为了这个客户 费了多大的心思 你们知道吗 是苏玛费了很大心思 才笼落到客户的吧 看来这次陆帅确实挺牺牲的 你们说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 衬衫都换了 你说有没有啊 海伦 可以一起吃吗 来啊 一起吃 我们吃好了 你们慢慢吃 我们先走了 今天早上公司的人 怎么都怪怪的 李燕也是啊 一直在查公司的邮箱 是不是有什么热门的新闻啊 你别想那么多 没什么事的 好好吃饭吧 嗯 苏玛 嗯 少帅知道你去青岛之后 很担心你 是成最近的一般好卖去找你的 那我怎么要呢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啊 不就是他要的吗 你们怎么都那么奇怪啊 发生什么事啊 是要 啊 苏玛 是要摔在这件事情上损失不少 我是希望你不要成为那个拖他后腿的人 好了 你慢慢吃吧 我吃好了 先走了 嗯 嗯 我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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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找到 你别乱卖到 我吃好了 你怎么看 就要搞什么 我吃好了 我能找到 我扭向你是这样的 她希望他能在? 她不忽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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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去 她不忽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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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忽悟 全公司都知道 我命人不瞅眼 我现在只能问你了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问谁 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大家都怪怪的 原来你真的不知道 知道什么 今天公司的内部网站 你没看吗 我刚出差回来 忙的报告也来不及 哪有时间看 怪不得 我建议你 快去看看公司内部网站 嫂夫人 青岛的景色很美 青岛的照片 是啊 是你和陆帅在青岛拍的照片 情美 人更美 等一下 你看他叫我什么 嫂夫人呢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你和陆帅在青岛亲亲我我拍的那些照片 你还穿着他的范思尔四十四号白色衬衫 全公司都已经传遍了 都说怪不得 在封闭的时候 你敢给他脸色看 哎 我跟他在青岛 是在陪客户 苏曼 我是觉得你人好 所以才告诉你这些 话传得不好听 你还有心理准备啊 他们还说 还说因为 因为你和陆帅上了床 所以才有机会爬得这么快 这是污蔑 我有我自己的能力啊 在封闭的时候 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苏曼 人都是这样的 喜欢相信留言 他们还说不好听 还有 还有什么你快说 这个我都觉得太过分 陆帅应该不是这样的 还有人说陆帅原本就知道 金岛的客户非常难搞定 所以才把你送过去 来搞定这个案子 大家都说 陆帅想争取 执行董事这个位子 所以 连自己的女人都可以牺牲 大家都这么说 苏曼 我看全公司 只有你这个当事人 不知道这事了 今天一大早 陆帅就被叫到总裁办公室 出来的时候 脸色非常难看 相信总裁 一定是发话了 好了 我够朋友了吧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自己看着吧 等会 你会用界 去哪儿 什么事 偷偷摸摸地叫我上来 你看过照片了 你看过照片 你还可以若无其事 应该把它当一回事吗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说我的吗 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打算怎么办 留言传开了还能怎么办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说你没有色油客户 说我陆绿成没有把自己的女人拱手送人吗 你不要乱说话 我才不是你什么女人 我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既然你不是我什么女人 那你澄清什么 没听说过越描越黑吗 那你就由着别人这样污蔑我 我们是清白的 你介意什么 况且我一直被传说 我是个女友不断的花花公子 你也太自大了吧 你可以不顾别人的看法 但我不能像你这样全部顾忌 你还顾忌谁的看法 艾德克斯吗 你说什么 想起来我在青岛说的话了吧 还有封闭时我说的话 什么 好运气不会一直跟着你 你胆大妄为 现在知道后果了吧 你雄心勃勃地飞到青岛 打算智取客户的时候 难道你就没有想到 公司里面会怎么传你 你是不是忘记了 去青岛是你逼我的 不要用逼这个字眼 我告诉你 既然你做事这么冲动 自然就应该考虑所有后果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金融圈少不了这种流言的 小人物才没有人关注 我再问你一次 你是不是真的不打算做任何解释 我会在我的直选范围内 把流言压下来 但谣言这种事是越描越黑的 恐怕你只能等时间 来解决这个麻烦 此外 如果你是为了担心 Alex不信任你的清白 抱歉 我不配合 流言他愿意相信是他的事 至于照片 照片摆在那儿了 他可以自己判断 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你给我的压力太大 你老是强迫我做 不想做的选择 洛丽城 你太霸道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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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饭吧 走吧 走 下班了 苏曼 我们先走了 苏曼姐拜拜 拜拜 听我的 那你买单 买就买 苏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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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们两个怎么互相不搭理啊 你懂什么呀 这叫掩饰 哦 哦 这么早就下班了 我身为总监都还要留下来加班 苏曼 虽说交代给下属的任务 上级就不应该再干涉了 不过 你也该给我一个阶段性的报告吧 我让你整理的凭证可不要忘记了 不能因为去了一趟青岛 拉拢到一个大客户 就觉得这个任务可以自动不做了 林总 我都还没有谢谢你 批准我出差呢 哪里哪里啊 这是总监的职责嘛 那凭证的事 我可以放心地等消息了 还是少帅会突然跑过来跟我说 他实在是太心疼下属了 让我不许打扰你啊 你放心好了 我会准时完成的 谢谢光临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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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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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客气 妈妈 等你好久啊 晚安 笑死了 笑死了 我好饿 我跟你说啊 我折腾了一整天 就指望这顿晚餐了 好豐富啊 快尝尝 好吃吗 我就知道这时候 什么三明治啊 意大利粉啊披萨 通通通不管药 还有咱们的中华料理 重油重辣 还是你最了解我 为什么加班加到这么晚啊 嗯 你不知道 今天公司发生一堆事情 我跟客心去青岛的照片被传的到处都是 然后一说我跟他有匪文 什么照片 什么匪文啊 就是我跟你说我去青岛出差嘛 结果呢 要陪客户 话虽这么说 要不是这个客心误打误撞的 给你这个机会表现 你的篮球一号 哪有这么容易留意你啊 嗯 要我说啊 这个客心还是有点功劳的 陆总让我给你买三明治 说要加班的人手一份 嗯 谢谢啊 他私人保障 苏曼 吃完记得把桌子收拾一下 开装塞栅器 对你真不错啊 只派新赋秘书给你送饭 就是难吃了点啊 完了 你感动了 你是外人 公司规定 没有批准外人不得进入的 万一被他承包上去 我就倒霉了 什么死规定啊 别理他了 吃吧 来 好 今天这个例会上 我要对一个员工 提出严厉的批评警告 苏曼 昨天私自带非本公司员工 进入会计市 可是 别找理由 你别告诉我 你连财务审计保密制度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下班了 你为什么还待在公司 我工作没有做完啊 不要找理由 为什么别人可以准时下班 低能的人 在我的团队里是不允许的 对你真不错 只派新赴密售给你送饭 就是难吃了点啊 完了 你感动了 你是外人 公司规定 没有批准外人不得进入的 万一被他承包上去 我就倒霉了 什么死规定啊 别理他了 吃吧 来 感谢这几天 大家对我工作的配合 最后我想强调几点 对我刚刚提出的几个项目 海波 你负责数据管理 夏云 你负责实地考察 当然关于 人缘整合的问题 我个人非常欣赏陆总他们组 希望我们可以再接再令 谢谢 今天这个例会上 我要对一个员工 提出严厉的批评警告 苏曼 昨天私自带非本公司员工 进入会计室 可是 别找理由 你别告诉我 你连财务审计保密制度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下班了 你为什么还待在公司 我工作没有做完 不要找理由 为什么别人可以准时下班 低能的人 在我的团队里是不允许的 陆总 苏曼是有错 但是他所做的工作 并不涉及公司的保密实义 而且 你看他说的话 是不是也有些 我是对事不对人 任何对公司有威胁的人 我都不会客气 你好自为之 如果再有下次 谁也保不了你 说我低能 我就不信你有多高能 在那么多人面前 把我骂成那个样子 真的很过分 苏曼 恭喜你啊 爱骂也值得恭喜啊 当然了 前一阵子 大家都在传 你和陆总的绯闻 传的可是神乎其神啊 说你们 说你们因为工作 约会什么的 这下不就好了吗 误会都澄清了呀 她呀 我可高攀不起 就是嘛 办公室里的那帮人 就爱教授 我可是一直都相信 你是个本分手机的好姑娘 再说了 陆总的眼光 可是挺高 你有话就直说 苏曼 有没有兴趣到我族里来做事啊 什么 到你族里去啊 陆立成 当着那么多的人 那么的批评 这对你来说 在公司的前途 可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嘛 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一个比较爱财的人 你如果愿意到我的族里来 我一定会好好地栽培你 难道这不比你在他的族里 劳心劳力又挨骂强了 谢谢林总的谈 可我还真的 没有想过 要到你的族里去哪儿 没关系 你考虑好了来找我 我的族随时都欢迎你 你也可以讧续 我可以去决心 劳心 你没想过 我给大家换 我说 你amp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好看的 长得嘛 顶多就算清秀 我们公司比他好看得多的是 啊 少帅可是出了名的冷漠 那你的怎么想住他的 不会是床上功夫过人吧 走 去哪儿啊 洗手间 别往心里去 谣言止于智障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我相信你 我刚从博和立大学毕业的时候 以我的知识背景 应该申请的位置是 投行的金融工程师 可是我并不想做current 我想到IPD部门工作 可是他们只接受MBA的毕业生 所以以我的知识背景 想进去很难 我就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我找到了曼谷公司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的电话 联系方式 给他写信 介绍我自己 可是 他一直都没有跟我回信 也许是我笑声和的救出看多 所以我坚持每天给他写一封信 那后来呢 他们有没有跟你回信 一年以后 当我毕业时 本来我想选择另一个投行去做投手 那个时候 他突然间给我回信 说他不打算给我这个机会 他想直接给我一份工作 他希望 我的能力 能溢如我的恒心 就这样 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 我自己的工作梦想 可是我的事情违反了常规 也拦了很多人的猜测 谣言 就在一些 有心人的推波柱来讲 散播得越来越怪 你的上司 是个美女啊 他们不会说 你们有暗闭关系吧 我倒希望这样 不过事情比你想象的 要糟糕得多 我的上司是一个德国老太太 她喜欢黑头发 黑眼睛 瘦身材的男人 办公室的人都知道 所以那段时间我成了众人的焦点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都感觉有人在看我 你看 你现在的情况不算太糟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不到 德国老女人跟 跟你 这样多好 遇到了男士 与其哭着面对 不如笑着面对 好 上半时间到了 好 谢谢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小姐 这本书旧了 我给你换一本新的吧 不用 我就要这本 为什么把烟面折起来 你猜 你猜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 不忍心拆下他们 我说 陆总和苏曼看起来不太像他恋爱啊 看今天开会那个很劲儿 至少 陆总对苏曼没什么意思吧 小刀消息 陆总跟苏曼分手了 今天在立会上 陆总把苏曼冲骂了一顿 本来呢 安婚就是丫头那样 玩完就甩了呗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 知道了吧 你们听说了没 苏曼跟陆总上完床之后 就被甩了 老新闻了全公司都知道了 你怎么现在才知道 真是的 我马上就过去了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你别来了 现在是下班时间 来也堵在路上 我马上到了 怎么了 怎么听着这么消沉啊 怎么了 我今天一大早 就被那个克星 逮住小辫子 披头盖脸给骂了一顿 算了不说了 反正不外乎办公室那点破事呗 活该 谁叫你去那个破公司的了 好了好了 今天给你放一天假 不准你过来加班了 我也正约了 小正太 你不用过来了 回去洗个澡 去去晦气 早点休息吧 好 来 上车送你一程 不用麻烦了 快走啊 怎么回事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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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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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不出声 喂 喂 是我 马上有空吗 有空 一起吃个饭吧 好 一起吃饭 那你再把地址发给我 嗯 OK 拜拜 男朋友约了 前面车站把我放下就可以了 你干嘛 下车 好 多谢啊 干嘛 你活腻了 没张眼睛 你放手 谢谢啊 好 这地方还挺不错的 之前跟朋友来过一次 其实环境还不错 女朋友啊 不是了 朋友的朋友 今天谢谢你帮我仗义指引 这顿饭我请客 怎么可以啊 怎么能让女孩子请男的吃饭呢 况且这顿饭是我愿你的 来 我敬你 说实话 我对你上次的策划暗中 表现出的才华很欣赏 虽然输了 但是我输得幸福恐怖 没什么 运气好而已 怎么能说运气好呢 你拿下的可是爱来医的案子 这充分地证明了你的能力和才华 谢谢 你现在主要负责什么 现在啊 琳达主要是让我负责 员工出差费用报销的审核 喜欢曼谷公司的氛围吗 还不错啊 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你是问我喜不喜欢按计算器 数发票 还有做加减的 希望你对公司重组并工上市感兴趣 好 简单地说 我希望 你能够加入我们组 我希望 能够邀请你到我们组来 苏玛 没事吧 喝点水 来 怎么了 来 你看上去很紧张那样子 是不是不愿意 不是不是 我很愿意 非常乐意 真的吗 我相信 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你真的需要我吗 是 我们组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那 陆历城那边 既然 他答应过你完成艾莱伊的案子以后 就放你走人 我相信他是一个信赎承诺的人 没关系 我和岸城去走 然后跟麦克说 相信问题不得 我真的很开心 我一定会加油的 好 好 找我 是啊 历城来了 上次你不是说 一块看球赛吗 今天凌晨有足球直播 一起看吧 足球啊 去吧去吧 啤酒都给你们冰好了 还卤了几个下酒小菜 今天我看店 让你们俩安心地去看 老婆你真好 走 一块上去 时间还没到呢 等会吧 好 老婆再算算 我那个女同事今天有来过吗 没有 怎么了 没事 估计她还在公司加班呢 哎呦 你们这行可真辛苦 一个女孩整天熬夜 你可得多关心关心她呀 心坦年轻就好 麻辣烫 哎呦 等你等这么久 怎么还要出来呀 啊 我跟你说啊 她整个晚上都坐在我对面 哇 好开心啊 好像做梦一样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鱼工鱼神 而且啊 她约的那个餐厅 就是我们相亲的那个餐厅 哎 我当时好害怕好紧张 我把她认出我来 我看 你是很想让她认出你来 我呸 我那时候那么丑 要啊 我也是希望她记起来 我是当年的小学妹 不过你说啊 她为什么会突然要我进她的组呢 难道真的是听到了我和陆立成的流言蜚语 人家不都说了 要粉碎不堪绯闻的最佳方法 就是让绯闻男女主角互相远离对方 难道是因为我的处境艰难 她才要我的 我怕打击你 如果你的篮球衣好 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我看 很有可能啊 你的才华能力 她早就看在眼里 可是对你表示想去她的组 她虽没明确拒绝 可以显得不太热情 难道是因为 你这次拿到什么衣的客户 她就主动想要请你进她组 我看 更有可能 她只是同情你现在的处境 你不是说前两天 她撞到同事 在背后议论你 然后 又碰到客星 辱骂你的吗 难道 她真的只是因为我的处境困难 所以才要我 不是因为我的才华和聪慧 才被打动的 你别那么贪心了 她现在能单独约你吃饭 叫你进她组 至少说明她已经开始留意你 对你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 你还想她立即喜欢上你 做梦也没有这么早的 你说说 为什么我的美丽动人 我的婉约美和知性美 都落不到她眼里 为什么她看不到我的好 我也希望你早日美梦成真 快点回来帮我 怎么了 是不是我没到事务所 出了什么状况 谁说的 公司在我的管理下 蒸蒸日上 是有那么点乱 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乱 好吧 我在这里期待你凯旋归来 走了走了 我送你回家 上车 遵命 吃过晚饭了吗 吃过了 又是加班餐啊 和一个女同事吃的 女同事 有好感的女同事 只是一般的同事 不信 不信 真的 心情不好 以前都是我跟你讲故事 今天公平一点 你也应该给我讲一个故事吧 走 我怎么看 逗兴 不信 我跟着一遍 人会遇到的 那一遍 什么 Inform 心情不好 以前都是我跟你讲故事 今天公平一点 你也应该给我讲一个故事吧 你真的要听吗 从前有一对恋人 他们真情相爱 遭到了朋友和家人的反对 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在一起 然后呢 有一次男生与女生一起开车出去玩 结果路上出了车祸 然后呢 女生去世了 从此天歌一发 男生一定很伤心吧 他在天上 也不希望他一直消沉 他的确消沉了一阵子 后来 他决定要替他活下去 他们有完成的心愿 由他去实现 那他还相信爱情吗 当然 故事想完了 感动 感动 人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努力终会有回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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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连升三级啊 苏曼竟然进了宋总的所 还做了投资专员 上次被陆总骂成那样 要是我我也得走啊 那也得看宋总收不收你啊 你们说 这个苏曼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 肯定是 真不简单 不简单 就是 苏曼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走 大家走 恭喜你 谢谢 苏曼 恭喜恭喜恭喜啊 可不要把我们给忘了啊 当然不会忘了你啊 换组之后可不要忘了我们啊 别再损我了 不然今天下午我就请你们吃下午茶 看你们要吃什么通通都可以 太棒了 地区啊 好 请客 你的麦特尼咖啡 不会忘记的 就这么定了 我们先忙 谢谢 拜拜 向大家介绍我们组的新成员 投资专员苏曼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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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 以后互相照应着点嘛 对啊 苏曼 虽然我们之前不是同一个部门 但是彼此很熟了嘛 苏曼你是有能力的 我们都知道 看好你哦 快请 欢迎 欢迎加入我们组 恭喜 恭喜啊 苏曼 恭喜你啊 良情折磨而期 你能加入艾里克斯这个组 真的是很幸运啊 你要知道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争取到这个机会 你们以后都要以苏曼为学习的榜样 我们这个行业 除了钱财之外 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人才 哦 当然了 最好就是人才两得 当然 每个人都爱财 不管是钱财还是人才 其实经济相应理论很简单 人才制造钱财 我相信苏曼就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制造者 没事 就是听说你们组新添了一员大将 特意过来拜访 你们忙 好了 大家继续工作吧 加油 苏曼 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区 嗯 走 你是在等我吗 难道 我今天恭喜你的还不够吗 好 那我就再恭喜你一下 林总 我尊重你是前辈 但我也不是一个乳秀未干 没见过世面的晚辈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我好怕怕 这不是威胁 你让我整理的票据呢 我已经做好放在你桌上了 我不想多事 但是我也不想任人宰割 现在身为投资专员说话就是底气足嘛 你这个后辈也太势力了吧 少帅新贵左右逢源 怪不得呢 我那么请你来我的座 你就是不同意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 或许我不只是想做一个投资部专员呢 我看得出来 你的野心很大 所以希望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万一哪天 我走运 不小心做了前辈你的上司 好吧 看在你叫我一声前辈的份上 我好心提醒你 卖过不是那么好混的 那又怎么样 试用期后 直升投资部专员 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你面前 我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林总 林总 怎么了 不好意思 陆总现在不见外人 我是外人吗 忙你的去 林总 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我刚才出去谈事 度过花店 看见这花啊 很适合少帅你的品味 所以就专门买回来了 你说这花放在哪儿好呢 别碰我的花 少帅 我这花很难找的 你的花太香了 不适合我 不要猜测和自以为 了解我喜欢什么 真没想到 少帅这么朴实啊 想不到你原来 钟情的 是这些小野花啊 卖谷可真是一个 见证奇迹的好地方 你知道吗 这几天外面很热闹 大家都在庆祝 一个小文员几天里 变身为投资专员 还有什么事吗 矿业的案子虽然结束了 可是总裁那边 还没有确切的动静 不过听说 美国总部那边 还在对执行董事的职位 进行考量 少帅新贵之争 还没结束呢 跟你有关系吗 也不能说 跟我完全无关啊 我也在关心 这个案子 最后胜出者会是谁 既然有人 去了艾里克斯 那个族 我相信你这个族 也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吧 说到底 我当然是希望本土派 能够坐上 执行董事的位置的 我想你来错地方了 第一 我不缺人 第二 即使我缺了 我也没有考虑过你 商场如战场 谁都需要伙伴吧 成群结队的都是羊 狮子不需要 狮子也是群居的 太初挑的狮子 同样会被赶出狮群 好了 就不打扰您这位优秀的宫狮子了 等等 把你的花带走 来 这个虾你喜欢吗 多吃一点 好吃的 谢谢你啊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你们吃完了吗 我们吃好了 吃好了 你慢点 你慢慢吃啊 走了 拜拜 来 这个榨菜很好吃 你怎么这样盯着我瞧啊 我脸上有东西啊 苏曼 你变漂亮了 你知道吗 以前你在办公室里啊 就像是一颗 还没有打磨过的石头一样 现在的你 像蒲玉 简直意义生辉 那是自然啊 我是说 不用整理发票 人当然就精神了 你还提发票呢 你知道吗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走了之后啊 麦克把你的事情 全部交给琳达去做了 都怪他平时煽风点火的 现在啊 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你不知道 他现在还在整理发票呢 所以说啊 老天爷是很公平的 也不对 应该说啊 麦克是很公平的 那琳达现在 不就气死了 你把他干什么呀 你现在要不跟他做 苏曼 你知道吗 你命特别好 很多同事都羡慕 你可以跟着艾里克斯做 想当初 艾里克斯呢 亲自跟陆总要礼的人 陆总开始是不放的 他真的不想放你 可是后来 麦克总监就来了 他不得不放 不要这么说嘛 跟艾里克斯做也挺好的 你之前不是说他对下属很好 可以跟他学点东西吗 苏曼 你是真的不明白吗 也好 不明白也好 其实这事情 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只要做好 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不管将来谁是老板 总不能把我们干活的人 都开除了吧 不成功 宋满 我一定要让你加倍还回来 王宋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总裁 你找我 我听说你要去杜拜 是的 项目比较重要 客户脾气有点怪 行踪飘忽的 我想还是亲自去一趟 免得有闪失 立成 你做事就是很细心 总部曾经说过 矿叶这个案子 算一个大中国区 执行董事人选的衡量标准 结果有了吗 总公司对你的能力是绝对认可的 但是 你跟有些人相比 确实缺少在国外工作的经验 你是说Alex 是 他的背景是最完美的 现在可是选大中国区的执行董事 话虽这么说 但我们卖股毕竟是外资企业 我对你的能力是绝对看好的 你为卖国做了很多事 我都记在心里头 卖国是不缺少机会的 执行董事的位子 早晚会决定的 忙去吧 陆总 正好 有一个问题需要跟你协调一下 部门间的问题 去找我的助理海伦 是上次我们讨论过手机的项目 有一些需要跟进和落实的 那个案子我们总能搞定 搞不定的话 再向你们求援 好啊 没问题 宋总刚下班啊 是啊 你也才下班回家 我是专程在这儿等你的 有事 也没什么事 这不 今天出去谈工作 度过花店 发现这花很适合陆总您的品味 所以专程买来送给你 心灵了 我对花粉过敏 今天我在办公室 全都看见了 那个陆立成他也太咄咄逼人了 根本就不懂得尊重人 这要是让他坐上了执行董事的位置 估计谁都没有好日子过 至于谁做执行董事 我想公司会有好的选择 我就欣赏艾利克斯 你这样有容人之量的上司 陆立成 他虽然工作能力强 但是他在卖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要找他在工作上的疏漏 还是很容易的 艾利克斯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把他送出去 丽娜 谢谢你对我工作的信任 我会好好努力地做好我的工作 其他的我没有多想 小心开车 明天见 丽诚 今天晚上来我们这儿喝酒 可有点不对劲啊 你笑那么暧昧干嘛 大嫂 大宁特有点不对劲啊 看紧点 我看哪 看紧的 应该是你 苏小妹 过来了 您跟林嫂 有人 快等你半天了 走 明天不是要出差吗 怎么一个人来这儿喝小酒啊 你明天不是也要上班吗 怎么跑这儿来呢 现在是我下班时间 要你管 情绪挺高的嘛 调到宋艺组就这么开心 当然啊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啊 我来卖谷是为了快乐 男欢女爱 这些所谓的快乐 都是随手可得的 你说话能干净点吗 干净了吧 恶心 要不你请我喝一杯 就当做庆祝 脱离你的魔掌 想喝死滴满 小气鬼 工作狂 来 苏小妹 立成 去汤圆 完团圆圆 谢谢明嫂 你们两个明天一起出差啊 不是 我现在呢 已经不在她那一组 气暗投明了 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明 什么 暗什么 明呢 就是我现在这个组 暗吧 明呢 就是小人得志 暗呢 就是过河拆桥 你怎么这样讲话 那是真话 你 宋总的组呢 还不错 但琳达的组呢 有一些业务 跟她们有重叠的地方 你以后尽量少碰的一些业务 你以后尽量少碰的一些业务 现在有艾利克斯老大照着我 不劳少帅您费心啦 我看你啊 还是担心明天出差之后 位子不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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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